大家好,我是羽木 這是一篇觀察 觀察什麼? 觀察生活 生活有很多事情 值得我們觀察 這一篇叫做 怪我過分著迷 怪我過分著迷 他是有個意思 他是張國榮唱過的一首歌 很久了 哪一張專輯我也想不起來 我只記得這六個字 怪我過分著迷 活著的感覺也可以 來自於偷聽 下班時間 我來到地底下 地下 有的人 有的人 靜止 有的人 走動 我站在 人群之中 聽著遠近高低的聲音 學生組 說著 他們的老師 上班族 說著 他們的辦公室 雖然七嘴來自八方 但若想 認真 聽清楚哪一個聲音 也不是太困難 像是 好比說排在 排在我前面的 一個男人 和他的 兒子吧 不知道 排在我前面的男人和他的兒子 正在說話 我沒有 想要 偷聽 有時候 就像是 怪他距離太近 就像是 怪我過分找迷 人嘛 就是在 動靜之間 動張希望 外掛無聊 之中 早有趣 好到底 這男人說了什麼 他說 你看 還要等 7分鐘 我跟你說 爸爸5點半 會到門口接你 你一定要準時出來 那男人 平和 語氣很平和 他的兒子也很認真 在那邊聽 爸爸說話 聽完還有 還發問 他沒有準時出來會怎麼樣 男人就 繼續他 平和的語氣 回答 沒有準時出來就會像現在這樣 我偷聽 也納悶 或許 偷偷被他兒子知道了 我在想什麼 所以 他兒子就替我回答了 現在這樣 是怎樣 沒有準時出來就會像現在這樣 那現在這樣是怎樣 這 那男的背對我 是他的 後腦 勺 好像透了 一種 一股溫度 叫做不厭其煩 就 就 就繼續拿著性子 回答他的 小孩 男人說 你準時出來 然後 我們穿過馬路 進地鐵 進地鐵站 5點 43分 有一班列車 不用 等 另外一班 而多花7分鐘 我想他的意思就是 這樣有5點半出來就5點半出來 這樣就可以 去趕上某一班車 如果沒有 準時出來的話就要再多 等7分鐘 我想他是這個意思 那我就 看看四周啊 的確 的確 我站在這種 就是城市中 那麼現代化的 車站裡面 隨處都顯示 下一班車的 倒數計時 而不是說站在一個 相對 而不是那麼大城市 偏鄉 或者是路邊 等著一個望遠欲穿的 客運 霸市 不知道下一班什麼時候來 沒有 在這個 大城市裡面 很多數字都在倒數計時 跟你說 告訴我 車子什麼時候來 我以為 自己 早就被 這種 城市般 像城市一樣 密室般 這種 忙 緊 累 調教的 很適應 但是聽到 路人 這兩個 的對話 依然讓我 感到蠻意外的 不願意多等七分鐘 你知道那個不願意的不是說 什麼 真的七分鐘都不願意等 或者是 他也許有事情要忙 只是 他也說了一個他的看法 覺得 既然 既然可以 那為什麼要 多等七分鐘 就是那種味道 而不是真的 那麼的 不敢願等我 OK 我可以想像 兒子 就說 後來他兒子還有再說一句話 多等 七分鐘 就多等七分鐘啊 那我就沒有聽了 那個地鐵也 近站 比較大聲 我也就聽不清楚 他們在講什麼了 回到 地面上 轉成 公車 我離家 越來越近 我要回家路上 公車的這個 引擎的噪音 相當大 蓋住了車廂內有播放的 廣播節目 但是片片段段還可以是 可以聽得出來 廣播節目在放 古典樂 很有氣息 是 可以想像了 啟動又煞車 公車的 周期的 公車的聲音 引擎聲音 它是 隱隱約約 片片段段又可以聽得到古典樂 就是那樣的一台公車 我 找了一個空位 坐下來 那 公車 開動就是 就是那樣嘛 一檔油門 離合二檔 油門 離合三檔 就開始 就那個 引擎 換檔的聲音 開 開動 連續的機械聲 連過我的耳朵 其實也 就很習慣了 一直 蠻常在搭公車的 我感覺自己大部分的 時間都被各式各樣的 噪音 籠罩著 其實我不會覺得說 那是 我很不願意聽到的聲音 只是 噪音 是噪音的 它的 定義嘛 噪音就是 就是 怎麼講啊 沒有 沒有 我不曉得 沒有意義的聲音 是沒辦法體會的聲音 噪音 唯一能做的呢 我就是 專注 這些 各種聲音裡面的其中一個 總算是 聽出來 廣播節目 在放的 像是 蕭邦的 第八號夜區 就很熟的那個旋律 只不過 排童乘客 車上有小朋友 使我轉移注意了 一個 一位偉大的 媽媽 真的 帶著 三個小孩 面對 面對面 他一個那個 四個人的位置 兩兩面對面 這樣 一個媽媽帶三個小孩 好那這個 一個 最小的 還在 牆寶 還不會走路 躺在 娃娃車 在旁邊 另外兩個孩子呢 就是在 座位上 玩 玩著 嚷著 問問題 扭動 什麼都做 就是不做好 小孩嘛 但是呢 他們 兩個這個小朋友 就是 不管再怎麼樣的 躁動 也沒有 離開位子上 應該想像嘛 就是在位置上一直扭來扭去啊 摸摸這個 問一下這個 看到那是什麼 這是什麼 他就沒有 離開位子 而媽媽 也沒有 也沒有失去理智 小孩沒有離開過座位 媽媽也沒有失去理智 像一個 溫和的 應該說 Lose temper 沒有失去他的 耐心 媽媽就一直 很溫和的語音 這是一個很溫和的語音 警報器 看到什麼動作就 做好 小聲 做好就叫小孩做好 小聲就是叫小孩不要大叫 反而呢 這個 小朋友的動作 是越來越亢奮 說話聲音也 越來越大聲 越發洪亮 車窗外 城市 的跑動 我是 覺得 沒有很打擾我啦 就是 你知道有人就是 怕小孩吵 我是覺得 公車嘛 這就是 小孩嘛 那也 連人 指望小孩要幹嘛 就是 他就是做小孩該做的事情 而且人家媽媽不就在旁邊看 會有 會有多大的事情 我嘗試 就是 聆聽 那個公車在放廣播嘛 加入一些小孩的 嬉鬧聲 也是算一種 新的remix 那隨著這個旋律 升溫 像湯鍋裡 翻屯的麵條 泡泡越來越滿 越來越滿 煮過麵 泡泡越來越滿 眼看那個泡泡就要 就要溢出來了 但是沒有溢出來 那感覺就像小孩 突然越來越大聲 小孩越來越大聲 可是也 就 就那樣沒有 沒有溢出來 車窗外流動的風景 就停下來 再也不動了 是誰暫停的這些呢 原來是 靠站 靠站 那就沒有在開動 公車停靠的這一站 都沒有在開動 這裡不是終點站 司機說話 說話 司機說什麼 我可以看見你們 沒有綁安全帶 要不要我親自替你們綁安全帶 這兩個小朋友 就 Stone 就是 不動了 就停下他正在動作 很像123木頭人 但是他們一點也沒有害怕的表情 因為他們正在尋找司機到底是躲在哪裡 這個聲音從哪裡來 小孩不太知道哪一個是車頭 哪一個是車尾 或者是 司機應該在哪裡開車 不曉得 好像有人在跟他們說話 司機到底躲在哪裡 而且司機到底是怎麼看見他們 而且這種隔空對話 就是他們找不到司機在哪裡 但是司機對他們說話 所以要開始 像隔空對話 小朋友就說 為什麼看得見 真的看得見 怎麼看得見 為什麼看得見 司機就說 你們不綁安全帶 不做好 我就不開車 唉唷 有點威脅 有點威脅 那我 小朋友講 小朋友我們有坐好啊 對啊 我們有坐在椅子上啊 司機的時候 你們都不聽媽媽的話 他說要你們坐好 你們不坐好 有危險性的動作 不要做 車子在開 有危險 小孩就沒講話了 這句話 對他們來說太複雜了 什麼叫有危險性的動作 不要做 那這個 司機繼續說 聽媽媽的話 坐好 要開車了 小朋友就 好 車 公車又繼續開 這就像是 那個 剛剛描述 那種煮麵的那個 泡泡 泡泡 就 一時間就 消退下去 那段 司機的話 就像是 剃了 一鍋 湯鍋 澆了一杯冷水 溫度降下來 而我是替司機捏一把冷汗 為什麼 就是 這是不是 多管閒事啊 因為 這是別人的小孩嘛 但是 他的司機 他很大 這個我也 明白 不過呢 公車也就在開了一站之搖 就在開一站而已 泡泡又要滿出來了 司機又再一次說 說話 你們 不是答應我 要做好嗎 小朋友 有做好 我們有做好 司機又 我看見你們 沒有做好 在哪裡 為什麼看得見 哪裡看見 司機說 你們不做好 我就不開車 又來了 小朋友就不知道該說什麼 這是好像有 那麼一點 尷尬 但是也不是很尷尬 總之他就是 一直這個樣子 對話還沒有結束啊 小朋友不知道該怎麼說 小朋友不會 去說什麼 叫我們做好 你可以開車啦 這是 小朋友不會這樣說話 得不到 回答 得不到承諾 得不到保證 司機 還是 還是得開車嘛 畢竟還有其他的乘客 啊 總算就是 來了一個 來到一個 大戰 比較多人上下車 孩子的聲音 打開了車門 溜了出去啊 母子 四個人 就下車 對每一個人 包括他們自己 我覺得都是 解脫吧 因為 看媽媽的表情 壓力也蠻大的 下車 對大家都OK 但是 剛說嘛 有一個 在娃娃車裡嘛 另外兩個 可以自己走 那兩個就 沒有幫忙推娃娃車 還小啦 就是 先下車 然後再 在 在那邊玩 嬉鬧 那媽媽就在 在那邊 推 娃娃車 動作比較慢 然後一邊喊著 小孩不要亂跑 站好 那 我看那個 娃娃車 你知道常常推車會有那個 那個 輪子啊 是可以360度旋轉的 各個方向的 他有時候就是 不會那麼的聽話 就比較難推 要把它順一順 那 在這之後就是 我看那360度旋轉的推車小前輪 不太聽話 還有那媽媽的穿了一雙 粉紅色亮皮 魚口 高跟鞋 胖了很多道馬 就是讓他更難走 好不容易母子四人都 都下公車 就媽媽叫兩個孩子 年紀比較大的兩個 媽媽就叫他們說去前前門 公車前門 和司機 說 謝謝 這時候小孩子總算知道司機在哪裡 他就在前門 就想像了司機在車上嘛 然後兩個小朋友在前門 就大叫 精神百倍的 洪亮的聲音 謝謝司機伯伯 謝謝 我心裡對這個 印象很深刻 很深刻 車窗外的風景 恢復流動 車子 繼續開 公車司機的 嘴巴 接近麥克風 就是 他要講話的時候 還沒很瘋 我聽到他有一聲 短短的嘆氣 如果我是司機 也許會做的 一樣的事情吧 也會有 一樣的 嘆氣 有點煩 但不是 不是討厭 那是一種 真的活著的 反應 怪子怪 過分著迷 對一些 事情 有那麼些堅持吧 好的 如果你 喜歡 這篇觀察 可以到我的 網站 閱讀瀏覽 還有其他篇 對於 生活的觀察 謝謝